大家好 我们第二讲的第二节呢 给大家讲述一下 西周时期的礼乐制度的相关情况 从刚才我们说着的晚上时期 礼与乐的可能的制度化存在 到了周代 那么周代的情况 我们可以毫不掩饰的说 礼乐制度肯定存在了 为什么这么说呢 因为历史的记载告诉我们 到了周的初年 周公诞受武王的托付 照料年幼的成王 那么周公诞在西周的初年 我们叫功诚作乐 治理作乐 在周初设定了这样一套 体现统治阶层 上下尊卑内外等等关系的 一套典章制度 把礼和乐相融合起来 这样一套制度 在相关的文献中有着明确的记载 也是后来以儒家为代表的 种种的事阶层 对这样一套制度 宠败有加 所以我们说 假如刚才我们所讲到的 晚上时期的礼乐 还没有形成一种制度化存在的话 那么周初的礼乐制度 已经形成了一种制度化的存在 这样一种礼乐制度 有着怎样的体现呢 我们对周初的礼与乐 所体现的方方面面的情况 进行一个简单的归纳 我们认为有这样的三点 我们可以给大家做一个提示 第一 周初的礼乐制度 对所用曲目场合等等 有比较明确的界定 反映在哪些方面呢 比如说 对六代之乐的运用 六代之乐 是周初所离定的 对周期前代盛名之君时期 创制的乐舞作品的概括 包括云门大卷 大弦 九韶 大夏 大霍 大舞 六部作品 其中 云门大卷是皇帝时期的乐舞 大弦是姚时代的乐舞 九韶是顺时期的乐舞 大夏 是夏雨时期的乐舞 大霍 是商汤时期的作品 大舞 是周人自己所创作的作品 那么 对这样一种作品的使用 在怎样祭天 怎样祭地 怎样祭祖先 等等的场合 怎样运用 有着明确的规定 这是对作品 对它所运用的场合 等等的制度化规定 还有一点需要引起我们重视的是什么呢 就是乐旋制度 因为在礼乐制度里边 很核心的对于音乐的使用 是在于 是在于礼乐器 而礼乐器里面最核心的又是什么呢 是金时之乐 也就是我们今天所说的边中边庆 那么边中边庆的使用在礼乐制度里边 就是我们所说的乐旋制度 在周初对于金时乐器 也就是旋机的这样的乐器的规定是怎么样的呢 有着这样的一种规定 即王公玄 诸侯宣玄 清大夫叛玄 是特玄 这样简单的规定 告诉我们怎样的一种运用呢 也就是周王所运用的礼乐器 是公玄的排列 所谓王公玄 是指王所使用的金时乐器可四面排列 诸侯玄玄 是指诸侯一级的贵族 所使用的边玄器乐可三面排列 而清大夫只能两面排列 到了氏这种低等级的贵族 则只能特玄 即使用一面排列的乐器 这样的一种乐玄制度 是告诉我们礼乐器的使用 在礼乐制度里边 对厂商的乐务人员 也有着明确的限定 我们叫它八义制度 八义制度就规定了 不同的从王到士阶层 所使用场上乐务人员的排列 人员数目的这样明确的限定 告诉我们王八义 诸侯六义 清大夫四义 氏二义 义是什么意思呢 今天大家对义有不同的理解 义一般认为是对列的纵横相乘的人数 如八义是指八横八纵的乐务人员 即六十四人 六义则为六横六纵的乐务人员 即三十六人 这样的一种八义的制度 和我们刚才说的公悬的制度 还有对具体乐舞作品的使用 这样的一种制度的相叠加 就对当时的各个等级的贵族 所使用的音乐 有了一个明确的限定 这样一种制度化的限定 就为历朝历代的统治阶层的用乐 做出了一个表率 一个榜样 那么到了后来 儒家知识分子 对这样的礼乐制度推崇有加 一直延续到清末 这种延续使用 无论怎样发生的变化 但是他们都试图来尊宠 周初的礼与乐相容的一种情况